这位苍蝇母亲动了一下 它产下卵已经有一个月零一周了 它们终于有了动静 卵孵化的时候 妈妈必须让潮雪保持暖和 为了将潮雪清理干净 它吃掉了卵壳 这可是很好的钙质来源 半天过去了 一门心思等待的熊鸟显得焦躁不安 终于我们看到了一只出生的小鸟 它全身湿乎乎地茫然不知所措 这位母亲看上去很激动 它去给后代寻找食物了 它已经干净利落地剖开食物 准备喂给小鸟 它进一步把肉撕成碎片 这只毛茸茸茸的雏鸟 这只毛茸茸的雏鸟第一个从妈妈那里得到了食物 做了爸爸的雏鸟比以往飞得更高 它似乎在用叫声宣告自己的喜悦 可怕的雏鸟比以往飞得更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